你一个做美食的 你没有发现吗 发现什么 她想要把你变成她的菜 只要你心里还没有放弃 找你妈妈 就一定会有希望的 我听赵涵说过 你有个信条 老天为你关上一扇门 就会打开一扇窗 哪怕老天那里 安装的是那种 无比坚固的防盗窗 你也会毫不犹豫地爬上去 然后把屋顶给掀了 所以 你还是需要百分百的努力 勇往直前 勇不放弃 这才是你 对呀 连你这样的人我都能请到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 搞不定的呢 谢谢 谢谢不能只用说的 得用做的 手机借我 手机借我 不要 你 你 你 彼此彼此 就算扯平了 你干吗 加上这个 我的电话就会出现在 你电话本里的第一位 如果你下次再遇到什么麻烦 你就可以第一个打电话给我 这样我就可以在事态扩大之前 即使跑过来救你 我也可以少操一点心 冷血鬼 干吗对我那么好啊 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啊你 我和你 既然已经被这个节目捆在一起了 那么我想 我也只能对你这个麻烦鬼 负责到底了 这个 帮我转交给伯父 说今天招待不中 算是我弥补一下 什么意思 他会明白的 这是李宇哲自己做的料理 说只要拿给您 您就明白它有什么意思 不该 这个价格贵的啊 我当时一看菜单都把我吓到了 你去过李宇哲的餐厅啊 路过 我就进去坐了坐 只是路过 老爸是担心你嘛 所以呢我就进去摸了一个底 我怕你万一一看走了眼 嫁错了人怎么办呢 我说老爸 你这个才叫做脑洞大开呢 我跟李宇哲才认识多久啊 您怎么会想到我跟他去结婚了呢 这个感情的深浅和认识时间的长短 那是没有关系的 你相信老爸的直觉 老爸第一次看到你们俩同时出现在电视里 我就觉得你们俩很般配 哪配啊 童酒和麻辣小龙虾配吗 那个混搭嘛 老爸 老爸 我求你别再掺和了 你这样跑到人家的餐厅去 人家很尴尬的 这就开始替人家说话了 我 你这样都把我弄尴尬了吗 你尴尬什么呢 我跟你讲啊 老爸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侦查 我发现李宇哲这个孩子啊 那是条件人品 那都是一等一等 菜品如人品 他呀是这个 有责任心 有毅力 有耐心的人 你一个做美食的你没有发现吗 发现什么 他想要把你变成他的菜 你睡了吗 我睡了吗 加上这个 我的电话号码 就会出现在你电话簿里的第一位 不会吧 嗯 味道不错 而且是入口即化 的确是菜品一流 人品一流 佳鸣啊 佳鸣啊 你上上心啊 这 我上什么心啊 你小心别噎着了 这鸽干味道不错 好 我得带给彭飞她们 让她们也尝一尝 显鸣 爸爸给你做了一辈子的饭了 爸爸现在终于有人接班了 你快走 你说什么呢